大家好 升旗易得讀 今天是2021年10月14日 星期四 今天是重陽節假期 當然啦 重陽節假期沒甚麼理由祝大家重陽節快樂 這些時間 這個節日 古時的中國人就會登高被瘟疫 我們也是要被瘟疫 被香港瘟疫 我們就來到英國 我們是流亡的性質 我們也 要避開香港瘟疫 這個瘟疫是甚麼呢 是共產黨之亂 但是 很多人 就不認為共產黨是瘟疫 甚至乎他們更加很希望擁抱共產黨 不過 這個情況 是隨著中共向全世界投毒 而且他的經濟也進一步爆破 很多問題浮現了出來 原來中共 不是全能神 他 只是一個 泡沫 這個泡沫是雖然很大 比起當年的1989年 或是1980年代 還是1990年代初的日本經濟泡沫更加大 因為他人口比日本多10倍 領土比日本多很多 所以經濟規模也比日本大 現在的中國 成為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也是因為這樣 他們以為自己很成功 財大氣操 實際上 很多東西 只是 痰花一言的泡沫 現在 我們看到 很多以往黏著中國的 這些國家 都慢慢出現了很大問題 尤其是 相信中國政府提供的疫苗 那些國家全世界 之前我們說過的智利 土耳其 然後 就是一些亞洲的國家 亞洲國家當然最嚴重是菲律賓 緬甸 還有馬來西亞 泰國 他們打了中國提供的科興疫苗 疫症大規模爆發 直接知道不可以再打科興了 才 押止了 病毒的傳播 痴中共以往 是在中國 叫做上的時候 或者經濟叫做大升的時候 他們覺得 跟著中國 我們 會發達的 這個是勝利球迷 是吧 正如一場球 他壓著對方來攻 還進了兩球 對方還踢少過 所有球迷都希望繼續數吧 繼續數吧 繼續數吧 很開心做勝利球迷 但是現在的中國 完全不同了 是不是 上半場領先 到下半場 他被人趕回兩個出場 然後被人追回三個 現在輸回三比二 那麼究竟這班勝利球迷 會不會是繼續黏著中國 還是會跟著中國的對家呢 我們看到 最近有很多個親中的 國家 都出現了問題 今天要跟大家舉 這個例子 就是捷克 捷克 我們較早時說過 他的議長 這個年初的時候說的 他的議長 懷疑被中國的大使暗殺 因為他的議長是支持台灣的 亦都宣佈會訪問台灣 那麼最終呢 就是死在 見了中國領事 之後 沒多久 接著 捷克的另外一個 布拉格的市長 就是 十分之支持台灣的 他們也有一個 這個議會的代表團 曾經 訪問台灣 但是捷克的政界 當年 就是因為 有一個人的介入 令到捷克 裡面上上下下 是十分之親共 那個叫葉簡明 他在捷克經營了一段時間 大量賄賂捷克的政界人物 將他總統 總理 都拉向中共一方 而這 這兩人 當然有大量的收受利益 所以 極端親共 極端親俄羅斯 捷克 大家都知道 當年的布拉格之春 就是俄羅斯 蘇聯出兵 鎮壓了下來 本來捷克當時是有機會 實現民主 人民也開始醒覺 就是被蘇聯鎮壓下來 但是捷克人民 這次 就給他們顏色了 為什麼 因為 他們這個總理 在大選之中 是以Semi票數 輸出給中間偏右的聯盟 總統 更嚴重 見完這個總理之後 突然間心臟病發 總之是病發 被緊急送去嘉湖病房 現在離流之際 也不知道死不死 他的情況 一定會惡劣過 董建華 這節我們想跟大家說說 捷克的 如何親共 如何乖 如何當刻 說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說明 痛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 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我們當然要兩個呼籲的 第一個呼籲就是參加袁爸爸的演講會 大家不是很多機會接觸到蓬佩奧 這次有機會 在美國的朋友 不要錯過 如果我們有辦法搞到簽證 我們也會去 不過問題我們搞不到 所以美國的朋友希望你們多多往場 至於我們英國 11月6日 我們就會英國妄罪 我們希望在英國重組我們香港人的力量 很多新枝舊魚向我們報導 我們來了多久 這次希望看到大家 人數現在報名六十多人 希望 到達100人左右 我們會提醒大家 就快要壓門 因為我們可以加位加到150人 即是加到15位 報名就可以在 片尾 我們有個熱線電話 WhatsApp聯絡 讀新聞之後 再跟大家分析 這件事 捷克總理8比10 這次在國會大選 以Semi票數 輸了給中間偏右的聯盟 77歲 立場親近中國和俄羅斯的捷克總統 澤曼 被指在10日 匯見8比10 匯見完之後竟然緊急送醫 是不是受到很大刺激呢 現在在家戶病房接受治療 這次入院 令到新政府的組建內閣工作 就出現了很大變數 為什麼呢 路透社10日報導 捷克國會大選在9日結束 敗北的8比10 10日到了總統府拜會的集碼 協商組建內閣 但是隨後沒多久有記者看到一架舊車 由總統官邸離開 布拉格中央軍事院院長 就後來證實這個消息 表示澤曼這次是因為病發症 才緊急入院 目前在家戶病房接受治療 遠方表明沒有總統的批准 是不可以說他的病情 因為是病人的私隱 只是披露澤曼的病發症 是跟之前未公開的慢性疾病有關 有暗病的這條狠 除了這次緊急入院之外 其實澤曼最近的健康 已經亮了紅燈 總統府辦公室之前就表示 澤曼身體不適 上個月在醫院 在醫院收養了8天 最後兩年是這樣的 最後兩年 今年較早時候 他因為腿部神經問題困擾 經常以輪椅代步 最好唐鳥上眼 唐鳥上眼 基於健康問題 今次取消了 前往投票的行程 前往飄襲的行程 改為留在官邸投票 自一傳媒上個禮拜曾經引述消息人士透露 澤曼上次住院期間曾經出現肺捕積水問題 但是 總統辦公室過去一直對這個雜曼的病情 守候如平 一直都不肯說 等待他的實際情況 其實 剛剛這次就爆了出來 當地時間8日和9日 國會選舉之中 由巴比十領導的右翼政黨 總統辦公室 僅僅在200個眾議院席位中 拿到72席 原本分裂的在野聯盟 Together 和海盜和市長的聯盟 在 推倒巴比十和澤曼的共同訴求之下 成功整合 分別拿了71和37席 合共取得過半的108席 意味著 8比10 就不能連任了 根據總統智克的憲法 總統可以在大選後任命任何人成為總理 後者需要在一個月內通過國會的信任投票 拿到一個半議員支持才可以上任 但是 澤曼 就出貌 他說 自己只會任命一個政黨領袖 而非聯盟領袖 成為總理 所以先會見了巴比十 賦予他優先祖國的權利 但是現在澤曼 本身都出了事 他已經在 醫院裏面 究竟能否出得回來也不知道 所以任命總理的權力 就會轉移到了下議院議長手中 到時 這個政權移交 可能會更加順利 因為不用理你了 這傢伙 今年77歲的澤曼 自從13年起上任 就有很鮮明的親中和親俄立場 曾經在2015年參加北京舉辦的反法西斯戰爭70周年閱兵 他當時是唯一出席閱兵的歐盟國家領袖 2016年 習近平和澤曼在布拉格舉行會晤 當時習近平首次擔任國家主席以來第一次訪問中道歐 他更加透露雙方 在2015年簽署了共同進退的一帶一路 兩個關係就是歷來發展得最快 當然 當時我們也說過 葉簡明在台中 做了很多事 不斷 收買捷克的人 和政商界 當然總統也是被他買了 澤曼也批評當時的參議院議長率團訪問台灣 幼稚的挑釁 全國56% 對中國持負面態度 捷克親中立場 成為他政壇的負資產 其實蘇聯冷戰期間 布拉格之春 入緝捷克 之後又不斷干預捷克的內政 捷克國內反俄情緒是很濃厚的 甚至乎比反中央更濃厚 但是澤曼就反其道義行 不單止親俄 幫俄羅斯兜 因為當時原來俄羅斯在2014年發生了軍火火爆炸 雙方衝突 去到互族外交人員 這個地步 但是澤曼當時 質疑他的總理 說 爆炸這件事未必跟俄羅斯有關的 這個言論即時引起捷克的民憤 過萬人聚集在首都布拉格要求他下台 認為他的親俄的觀點 不應該存在在歐盟國家 也有議員指控澤曼犯下叛國罪 不過不要緊 到了他現在 沒有辦法履行總統職責 等下議院議長 等下議院議長 安排聯合政府 到時候正式 就將他控告叛國 這節想跟大家說 其實中共 國運走遠的 你現在看他 貼傷他的 窒那個死那個 沒有一個好下場 雜萬就是其一 以後 誰親共的 誰就一定會下台 這節我們暫時就先講到這裡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